或观照的行为 体验这心识 它是广大的 没有中央或编辑的本觉 心从本初以来 便是空性与解脱自在的无垠片处 此本初觉性是本来具有 且本质存在的 它并非此时所造 而是从本初以来 就存在于你自身之中了 而见地就是去认证这点 对此要有坚定的决断 对此具有确信意志 我们要知道从本初以来 心就如同虚空一般任运显现 心就像是太阳 没有任何无明黑暗的基础 心就像是莲花 或受任何过失所购染 心就像是黄金 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 心就像是大海 是不移动的 心就像是一条河 永不停息 心就像是须米山 是完全不变的 一旦你了悟了新的状态 就是如此 并稳固了这种了悟 那就称为 拥有了悟的见地 国王问道 拥有禅修的体验又是什么意思呢 上师答道 仔细听啊 国王陛下 拥有禅修的体验 一直让自心处在无有细论造作 不臣服且鲜活崭新的状态中 让自心安住在其自然 不受激素且自由解脱的状态中 不要把自心致源于外在事物上 也不要专注集中向内 要保持无所缘的状态 在你俱身本性的大平等性中 让自心保持如辱不动 犹如一盏无风吹动的 疏有灯液一般 在这样的状态中 种种体验便能升起 你的心事可能会变得强烈满意 鲜明或全部中置 或是喜恶 明亮光耀 灵念 心也可能会感觉到浑浊 无参照点 或是超出这个世界万丈的模式 如果这些体验升起了 不要认为它们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 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的经验罢了 窃末攀植或是故作在这些体验上 若能如此 这就称为拥有禅修的体验 国王问道 无论是行走 无论是行走 移动 躺卧或是坐下时 你都要向西河川流不息一般 在一切情境中将此牢记于心 平等位置 平等位 这就称为 这就称为拥有行持的平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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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由概念想法浮现 无论升起了什么 这些都是从你自心中升起的 既然心并非由任何实体所构成 因此这些心念本身也没有真实的实体 举例来说 就像是出现在虚空中的云矮 又消失到虚空一般 心念在心中升起 又消融于心中 概念想法的本性 即是本然的法性 穿越危险的狭路 意思是说 当自心异动到种种念想之中时 你应该把注意力导向此心置身 就好比小偷进入空屋一样 空性的念头 无法以任何方式伤害空性的心 这就称为穿越洞念的危险下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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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教他們歌謠和舞蹈 然後 我一樣 他跟我的想法都一樣 就是說曲難倒舞蹟 因為我們是曲難倒與性民族人 他們是可以把各族群的文化 以及國外的文化 主族的文化可以成為 他相信那個音樂跟文化跟舞蹈 可以改變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是用音樂舞蹈 文化藝術來教化這群牌 文化藝術來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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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舞蹟才剛剛起來 主要正在發光發亮的同時 他就這樣離開了 那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那天甚至到今天 其實莊媽媽 你說她走出來的話 其實還都走出來 每天晚上她就是戴著被子 一個人是人掉人了 那第二天她就通知說 我又夢到弟弟了 什麼什麼 以前像有一個中錯生 他以前真的這樣 哦 就怕人 脾氣也很壞 反正人家都不能講他 一講他他就是要打人 要砍人 有的時候我勸他們打架是誰 我連我都被他們打你知道嗎 隔天才跟我對不起 冒毒 我打架我就不願意注意到打到 我都沒事 我又不要打架 既然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嚴根 我跟她講一講 有這個嚴根要珍惜 我在他們站著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 我 呃 我不想看到的東西 因為 這種事情不應該讓他們身上發生 因為在原生家庭 帶給他們很多傷害 所以我在這邊 他們在這邊 我是盡量讓他們 不再受到傷害 讓那些傷害過程的過程 能夠 在他們身上再躺到 所以我是盡我的能力 去讓他們感受到 雖然說 原生家庭沒有得到的 在這邊 能得到的 我是盡我的能力 這樣子給他們 不管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跟他講 就算他做不到我的事情 也會幫你 這是我聽到過最感動的事情 因為 因為很久沒有一個 很愛 對 我們也是神經病的 既然我們說 雖然現在我們能力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雖然這個小小的動作 我們拉拔一個小孩子 會減少社會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管他們 會減少社會更大 所以教訓社會更大 每一個的小孩子 除了他們自己有他們的理想 有的完成之外 最重要的是 要你感恩的心和能力去帮助你 妈妈感恩有你 妈妈谢谢你辛苦 我爱你 妈妈 我真的很感恩他们 因为有他们才有今天感恩 我也很感谢上天的演一个让我们再继续做顾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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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臣远通 前面讲过 摄身下未出 这里是讲 一根所对的法尘 就是 以模糊家设尊者 为代表 模糊家设 即此金光比丘尼灯 即从做起 丁丽佛祖 而白佛言 这个时候前面 这个巴托波罗 出音远通 说完之后 那么家设尊者 从他的座位起来 还有他的 同伴建树 紫金光比丘尼灯 那么从他的座位 起来 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